我们看看他们过去的历史 他们不是第一次了,没有证据,又搞得很麻烦 他们的网页其中有一部份是说 方舟探索七年事件簿 我们看看他们过去七年搞什么 他们第一次上山,去阿拉纳山 我已经说过,《网页圣经》从来没有说过 方舟停在阿拉纳山 你看看我以前的舊片 这就是他们第一次上山,2003年 当时梁燕成也在场 穿得像Ron Wyatt 他们第一次上山,就说已经发现了 网页方舟的船铺 现在没有声气,又说有个洞,一定是船铺 现在没有说,真是网页方舟的船铺 你怎么拿出来放在博物馆 可能现在他们觉得不是 说完就算了 然后呢 在2004年,就大事了 他们上山探索方舟 在海拔4200呎的地方,发现了怀疑方舟的破口 成功拍片段 但他们就未能取得样本 未能取得样本,就什么证据都没有 甚至不可能证明那艘船是船 因为他们纯粹是离远看的,甚至不能证实那些是木 他们就举行新闻发布会 他们就说找到网页方舟,并且拍了一部电影 这一部网页方舟的惊世启示 极具震撼力 我当年看,真的觉得很震撼 然后呢,这是2004年 在海拔4200呎,就发现了 山洞,他们就拍了影片,认为那里是网页方舟 然后呢,在2006年,即是两年后 阿密埃图鲁先生 就在海拔4000呎,即是跟上次4200呎是一个不同的地方 他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木墙 不是有动物的木墙 木製的墙壁 他们就用样本进行化验 这就是那张照片 有一些木 所以说,我们准备一下,他们有两个地点 2004年那个地点,他们就说 离远看到有些类似木的东西,他们相信是木 他们就很肯定那是网页方舟 然后,2006年又发现了一个木墙 他提到可能认为是跟网页方舟有关 因为这是网页方舟的网页方舟 为什么有两个地方呢? 网页方舟不是只有一个吗? 你之前也说得这么肯定 说那是网页方舟,也拍了影片 叫人相信耶稣 然后 这些废话,不停开presscon 其实是没有进展的 就是去到2008年 他会说 就是 跟今次他们的presscon 发现,就是他们进入内部的 那些想有关的发现 2008年 他们组成的方舟探索队 再度前往土耳其阿拉纳山 准备到怀疑方舟 残骸的另外两个地点 他之前不是很肯定 他们已经发现了方舟了吗? 那为什么又去怀疑其他两个地点 去找方舟呢? 真是奇怪 其中 一个地点就找到 他们现在有99.9%肯定是方舟的地方 所以他们有四个地点 第一个就是2004年 第二个就是 2006年 然后2008年又多两个地点 其中一个他们肯定是已经发现了方舟 你说了,那你2004年那个呢? 那你2006年那个呢? 你之前找到那些又说是 然后加一会又说 也不是,找到那些更像 99.9% 会不会过两年又找到其他又说是 你说了 那基本上呢 我为什么要评论这个呢? 因为 刚才我说的 他们 是没有证据 说他刚才 拍的那些相片 就是内部木结构的东西 没有证据 这些 他们是进了一艘船的里面 我不是说不是 我只不过是说你根本就是不能够知道 在现阶段 而你不能够知道 你就不应该开 抗议 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做法 并且公开说99.9% 你是不是狗说呢? 我估认他们会怎样争论 他们的网页也有点提到 你说的,如果不是一艘船 那为什么会有木在雪山上呢? 有很多可能的嘛 我就跟你说 可以是屋 可以是其他很奇怪的东西 人类的行为你怎么可以估到呢? 例如 你怎么会估到在沙漠 会有人建个金字塔 建个金字塔不是比你搬木上山的 建一间小屋吗? 例如Petra 就这样搭一间小屋就容易了 你有什么理由去鑽石 弄这么大的宫殿 都不合理的 这就更难 长盛就够难了 是不是 你怎么在山上 搬砖头上 建这么大 大堆的东西 是不是难度高 比起这些东西 你在阿拉纳雪山上 发现到有个木屋 有多么出奇 有很多可能性 除了是狼鸦方舟之外 然后他们另一个讨论就是 那里附近的人都没有木屋 很难搞 你想想他们发现了什么 他们根本就是自己拗自己 2004年又发现了很大的木结构 那就有木了 2006年 他们的领队又发现了有木屋 那就有木了 怎会在山上没有木呢 那你狼鸦方舟只有一只 你不可能 一只船分开三个地方 根本就是 阿拉纳山上 一直都有木 而且在几个地方都有 那有多么出奇 根本就是完全不出奇 完全没有证据 这个就是狼鸦方舟 在现阶段甚至乎你不肯定是否一只船 而你就去开 记者招待会 对外跟人说你发现了什么什么 又说99.9%肯定是狼鸦方舟 根本就是乱来 唉 真的很失望啊 影音视团 什么狼鸦方舟 国际事工有限公司 你去死吧